尊敬的各位大德,大家好! 我們來繼續學習《了凡四分》 剛才我們學習到改過從效應上來分 可以是從視上改,從理上改和從心上改 這個從視上改是很難,而且改得不徹底 從道理上明白了,改正自己過失就能夠容易 最上乘的功夫就是從心上改 真正霸心地清靜下來,一心為善 霸這些自私自利,貪親痴慢 五玉六塵的享受,明文利養的追求 通通從心上去除 這樣使得心,上上處正念當中 邪念自然就不容易起流 所以《了凡四分》這裏說 個有心足,亦有心改 如斬獨樹,直斷其根 是必知之之而佛,業業而責災 所以在身上用功夫的人 也是懂得用功 從根本去修 從根本去修 直到所有的個失 身做殺生偷盜邪 口做的妄語 兩舌 這個惡口語語 通通通都是由於身上的 貪親痴而人氣 所以從心上去改 就好像要斬一棵獨樹 未直斷其根 但根斬斷了,樹就一定會死 何必要一枝一枝 一葉一葉去斬 一個枝根一個枝根去斬斷它 要斬很久才要斬這棵樹 斬死 所以《了凡》說 大底最上至心 當下清醒 才動即覺,覺知即無 用最上性的功夫 就是治自己的心 使得自己的心清醒下來 真誠起來 慈悲起來 如果動了惡念 動了妄念 馬上要覺察 平時最好用功夫的方法 就是唸阿彌陀佛 唸阿彌陀佛 每天去唸 唸到純粟 我們的念頭起動 就能夠覺察到 直到自己沒有念佛了 在打妄想 一動念 我們就立刻覺察出來 一覺察之後 就要用佛號把他壓下去 那個妄念就沒有了 這樣去練這個功夫 這個改正過實 改正徹底 念頭肯定會起來 因為我們現在仍然是凡夫 仍然不在生意 動念起身 這個是正常 但是要知道 動念頭 不可怕 只要我們念頭一起來的時候 立刻能夠覺察 不怕念起 只怕覺詞 怕就怕你覺悟得太遲 所以呢 一覺察到之後 立刻就把你的惡念斷除 不可以 要他繼續去 那這個是最上乘風符 那搞完最誤道呢 久未能言 雖命理而顯之 又未能言 雖隨事而禁之 那上根的人 是從心上面落功夫 改過改得快 那如果做不到這一點 心上改 就覺得功夫很難著力 那就要應該明白道理 從理上改 如果從理上都未能夠明白 比如說我殺生 剛才說的 為什麼不殺生 你不明白這個道理 或者是不可以發脾氣 為什麼不發脾氣 明明我有道理都不發脾氣 這個道理還是不明白 所以不明白 反求主己 那你呢 還要改過 就要從事上改 知道法律是不對 雖然不明白 為什麼不對 都應該從事上改正 那這個是下根人 以上事而兼行下功 未來失策 則下而未上 則絕而 我們改過 應該 心上 理上 事上 都要 同事 並順 最好 心上 保持清靜 不要一念佛 有一定的定課 斷亂自己的清靜心 那堅行下功呢 就是在理上改 在心上改 在事上改 這個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 只是在事上去改 這個執下 執著在 這些 事上 譬如說 我們 修持戒律 這個戒律 當然我們在事上不可以犯 不能夠殺到入網走 這五戒 但是我們不明白道理 對於戒的 這個 這個 街霜 這個 遲戒 開戒 犯戒 遮戒 這些道理 都未能夠明白 那做起來呢 往往 就顯得很笨拙 而且難免 都會犯過失 但是 話又說回來 這個 從事上改 非常之需要 非常之必要 不可以說 我 只要心上改 心上不犯戒 事上去照做 都沒有所謂 這樣想呢 就大錯特錯了 事上更犯的 事上更犯的 說明心本來都不清淨 所以 對於 這些戒律 對於 我們說的 法律 法規 這些道德 禮儀規範 這些事上的 都要很專守 這樣 就能夠 穩妥 廟凡繼續說 故法院改過 明須梁鵬提醒 又須鬼神證明 一心懺悔 昼夜不懈 敬一七二七 以至一月二月三月 必有孝宴 他在這裏說 我們改過 確實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 就算是懂得改過的事 懂得改過的理 亦都每天在收自己的心 但是過失 每天都犯 我們說 這就是業障深重的表現 我們凡夫 都是業障深出 我自己檢點我自己 大家可能會比我好一點 我自己就是 每天過失 很多很多 反省自己 確實 明知 都還有故犯 所以改正過失 要需要時間 能夠有好的善友 有良憑提醒 這個是我們的福度 在修行的路上 有善友 良憑 這個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的過失 可能自己不容易發現 人家提醒我們 能夠幫助我們改過 但是你說良憑 從哪裏找 怎樣才可以真正有良憑 這個良憑 是能夠幫我們提出過失的人 不是一些可以阿如奉承的那些人 這些是要我們的真誠心物去感應來的 我們真正想去改過 想去修行 自然就會感應得一些自同道合的人 好像我們每天在這裏 兩個小時的學習 一起能夠學這些聖言道理 這個是用聖言的交道 提醒我們 所以聖言的教訓就是良憑 我們一齊來學習的就是良憑 如果你不去學習 你怎知道都要改過 真是好像前面所說的 每日憂憂放淫 以為自己沒有過失 怎知是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們本住一副真誠心 不怕表露自己的過失 勇於承認錯誤 勇於改革 自然就有良憑 又遂鬼神證明 鬼神證明就是鬼神感應 鬼神到底有沒有呢 很多人懷疑沒有鬼神 現在的科學慢慢慢慢證明 好像在巴西 在意大利 有一位叫巴希博士 幾十年來就用通訊的儀器 測試到鬼神的存在 甚至能夠錄下來鬼神的講話的聲音 這些都是科學研究的結果 證明是真實 在2004年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在印度有一位學者和日本的一位學者一起去印度的原始森林裡 去調查研究一個古老的原始部落的生活 在那個部落裡住了幾天 那個部落的長老就曾經提過 他們相信他們的祖先是生活在一個墓園裡 這個墓園是一個小樹林 很寧靜 但是呢 外人不可以隨便闖進去 否則呢 可能會被祖先清佛 那這兩位學者呢 忘記了這條規矩 有一天呢 他們就走到這個小森林 看到這個風景不錯啊 雖然呢 雖然呢 慢慢天色以暗了 他們呢 就說 那那聲呢 拍了一個相留念 於是呢 印度的學者呢 就拿出相機 幫日本的學者拍了一副相 就在他拿著相機拍下去的時候 結果 快門一按下去呢 沒多久 那個日本學者 在自己在前面 突然間呢 就暈倒在地 哇 那個印度學者 見到這樣 就有些磨骨悚然 無端端 為什麼暈了下去呢 就馬上請這些 部落裡面的長老來救助 這長老一看 他們知道 這個人一定 剛才 被這些祖先的鬼魂 請罰 他們很有經驗 替他唸一些咒語 然後拿一些草藥 替他敷 那結果拿回他救醒 醒了之後 兩個人呢 好害怕 不敢不久留 就馬上回家了 那回到家之後 這個印度學者呢 就拿他的相機 是一個電子數碼相機 那天的相片呢 下載到他自己的電腦裡面 結果打開一看 嚇著鏡 這幅相片 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從這個相片我們看到 這個日本學者 那天抹黑影的 後面還站著一個鬼影 很可怕 這相片是真實的 所以可能當時那個鬼魂 正在他身後 被他打一下 把這個日本學者打暈了地 結果竟然把他攝影下來 我們知道 我們眼睛雖然見不到這些鬼神 是因為我們眼睛所見到的 叫可見光 在光譜裡面是很有限的 這個範圍很小 這個整個光譜裡面 我們只能見到百分之二的光波 百分之九十八的我們見不到 所以不可以說眼睛為十 這個眼睛見不到的就不是實 不是真實這個錯 見不到的太多了 所以這些鬼神 我們眼睛見不到 用這個照相機的 這個相素來感光 竟然把它照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相機的相素感光的光波 比可見光要更加寬廣 所以你看看數碼相機 都用在天文的攝影裡面 很多X光 或者是天文的蛇線 都可以拍下來 所以證明鬼神是存在的 我們千萬不要認為 沒有鬼神 一個人在的時候 都在放肆 那這個 無意中 百除了鬼神 一生懺悔 我們能夠好好懺悔自己 週夜得不懈待 經過一個七 即是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哪至一個月 兩個月三個月 只要堅持下去 精進不懈 就一定會有效應 凡是改過不能夠得力者 就是因為中間退身 不能夠啟而不捨 堅持到底 所以就沒有這個效應 下面廖凡跟我們講到 改過之後的 這種情況是怎樣的呢 怎樣才知道自己是熱象消除呢 他講了有百種現象 我們可以對照一下自己 滑角心神屯放 這個就是心情很愉快 很開朗 滑角智慧頓開 做事很有智慧 這個思維很順 或處容塌而蓄戀 遇到很多繁忙繁瑣的事情 你都不覺得會繁瑣 你都很容易就處理好了 或遇冤仇而回親作喜 你遇到一些仇家 這個本來見到他就會罵他 就會發脾氣 你現在見到他呢 你不會發脾氣 你還會生歡喜心 這個是前面四種 下面第五種是 畫夢套黑物 這個發夢是感應 夢見自己呢 吐出了很多邋遢的東西 黑物就是那些很邋遢的東西 畫夢妄性先言 這個第六 提攜接引 夢見妄性先言佛菩薩 這個大家有時候可能會做夢 會夢到佛菩薩 接引我們 來安安我們 這個都是好事 好現象 第七 畫夢飛步太虛 夢見你飛起來 這個身體好輕盈 畫夢藏番寶蓋 或者是你看到很莊嚴的這個道場 你藏番寶蓋 這些是很莊嚴的器物 種種種性事 戒過消罪滅之障也 你遇到這些情況 證明你的熱象消失了 因為你改過功夫得力 就會有這些好的現象 就是這種呢 有這個現象 我們自己會更加有信心 然後呢 要更加去努力改革 得到證明 但是呢 雖然有這種現象 千萬不可以執著它 連不能執此而至高 畫而不盡 如果遇到這些現象 就已經認為自己了不起了 你看看 改過功夫得力了 我的過失都沒有了 驕傲自滿起來 這樣的話呢 就變得畫而不盡 畫就是終止 停步了 你不能夠繼續進步 要知道 就說 渴如逆水行舟 不盡執退 如果我們不進步 就在這裡退步 為什麼退步呢 因為我們起煩惱 起傲慢 以為自己了不起了 這些就是退步 所以啊 我們不可以執著這種想 應該不斷地去提升自己 李凡先生啊 舉一個例子講 舊真氏 在春秋戰國時代 有一位叫做渠柏玉的 一個年青人 學素聲言啊 從二十歲開始啊 每日就改靜過實 每日都覺得 這個自己過實很多 然後呢去改 改正了啦 結果到了二十一歲 發現呢 原來自己二十歲那時的過實 還有很多 還沒改靜 到了二十二歲呢 再回來看二十一歲 哇 還是很多過實 啊 所以一年一年 一歲一歲 我真的想 不斷地改靜 啊 對這位渠柏玉 五十歲那一年 啊 他還看到自己四十九歲那一年 啊 前一年啊 還有告實 啊 所以你看 古人啊 這個改靜的功夫啊 是這樣的用法的 啊 古人改靜之學啊 如此啊 啊 不可以啊 啊 得小為足 啊 這個生起啊 驕傲自滿 啊 這種心理 啊 啊 啊 所以廖凡華 五輩啊 身懷法流 啊 過惡為襲 而回師妄事啊 上 若不見其有過者 心躁而眼毅也 啊 我們是凡夫啊 啊 不是聖人 啊 凡夫怎麼可能說沒有過實的 啊 自己啊 過莫為襲啊 好像個刺猥 上面身上幾多刺啊 啊 比喻過失的多 啊 所以啊 回師妄事 啊 如果 想一下過去 啊 發現自己 竟然呢 沒有什麼過失 啊 若常不見其有過者 如果自己沒有過失 啊 沒有犯錯誤 啊 如果你看不到自己過失 啊 不是因為你沒有過失 你的過失很多啊 你看不到是因為你自己眼睛啊 啊 有沒有病啊 粗心大意 啊 心粗而眼危 啊 啊 啊 你的心眼都分 啊 啊 分 啊 不能夠啊 認識真正的自己 啊 啊 這種人啊 啊 麻煩了 啊 啊 這麼重的過失 自己竟然啊 自為 啊 分 分 分 不能夠角策 所以啊 啊 一倫於禽獸而不自知 啊 啊 那麼 過惡越來越深啊 也都會有 現象發生 啊 美凡這裏說 言人之過惡啊 心從者啊 亦有效言 啊 也都會有一種現象 啊 什麼現象呢 美凡講了七個現象 啊 那我們要好好對照一下自己 啊 看看自己有沒有 啊 第一 或心神分濕 轉頭即忘 啊 我們的心神啊 不能夠集中 紛紛頓頓 啊 人家說什麼 我都聽見都聽不清楚 啊 啊 啊 敬益力差 啊 啊 轉了個頭 事情都忘記了了 啊 啊 這是業象重的表現 啊 第二個呢 是 無事而上煩惱 啊 無緣無辜啊 就是煩惱 啊 啊 走在路上呢 啊 和那個地下都過不去 啊 啊 啊 這個啊 就是煩惱太重了 啊 熱象深重 第三呢 或見到君子而 滿燃燒嘴 啊 看見正陽君子 啊 自己心裏面啊 竟然呢 不開心 啊 辛煩惱 啊 啊 為什麼呢 因為自己過惡太深重 啊 正陽君子在我們身邊 和我形成了鮮明對比啊 啊 所以我在他們旁邊啊 覺得周深不自在 啊 這個原因 啊 第四 劃文正論而不樂 啊 聽見聖賢的教訓 啊 啊 好像我們現在講啊 改改改自身 啊 聽見這個 不高興 啊 啊 啊 我都沒有這麼多過失 為什麼你說我這麼多過失呢 啊 啊 看見聖賢書啊 他不快樂 啊 啊 不能夠接受啊 啊 啊 因為為什麼呢 聖賢的教訓 和他自己所作所為 剛剛相反 啊 所以他難以接受 啊 啊 這個也是熱象深重 啊 沒有得救 啊 第五是 劃思惠而人反怨 啊 啊 給人家好處 人家多謝都沒有聲 啊 反而呢 可能會怨恨我們 啊 為什麼啊 因為啊 或者是我們過惡太多 就算真是給人家好處 人家都會懷疑我 啊 這個人為什麼無緣無辜 對我這麼好啊 啊 一定是有目的的 啊 啊 所以他不信任我 啊 啊 這個是因為我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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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信用 啊 不能夠啊 令人信任 啊 第六是 說 夜夢顛倒 啊 馬克做了那些惡夢 啊 顛倒的夢 啊 啊 啊 在夢中啊 做這些罪歉 啊 啊 第七 甚則啊 啊 妄言失智 啊 這個就更加嚴重 啊 說話啊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啊 啊 精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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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無無倫次啊 啊 你總之已經差不多有些像精神病的人 啊 啊 這個業象啊 深重得非常之厲害 啊 啊 所以這些佳作業至常也啊 啊 啊 這就是作業深重的現象 啊 所以有這些現象的時候 啊 舊一類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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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需要奮發 死究逃生 行物治悟 啊 啊 我們遇到這些情況啊 啊 啊 一定要馬上要覺醒啊 啊 自己的業象太深重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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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改過不行 再不改過 將來一定到惡道 如果這七條裏面的現象 其中有一條發生在我身上 一定要奮發逃強 發起勇猛的心 去改 不可以自己耽誤自己 寫舊逃生 改過自身 這段講的是改過自法 非常之重要 我們應該多些閱讀這篇文章 檢點自己的故事 下面這一篇是講的即善之方 人要改造命運 一定要有福報 福報是怎麼來的呢 即善以來 《易經》上面講的即善之家 必有餘興 這句話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真正即善即得的家庭 他的根基很厚 一定會有吉慶 忠言他不一定是大富大貴 但是他一定能夠得到平安 不會招致災難 如果不即善 一個家庭即使是大富大貴 他都很難持久 而且他的福報 可能因為他作惡 行不善而大大削減 所以我們看 譬如說 一個人命中本來有一億元的身家 但是他如果是行不善 作惡多端 包括福報大大的減少 可能他只有一百萬元 減少到百分之一 我們看他都不錯 還有百萬身家 但是他對他的命中應有的財富 已經是大大削減 所以這些就是不明白因果真相 有這些財富 不懂得去報師修善 所以古人說 富不過三代 富很難過三代 現在來看 富不過二三十年 真正說三十年 保持下去的都不多 有些人年輕的時候發達 賺了大錢 然後窮空極惡 浪費自己的福報 折損自己的福報 到了晚年就不報 晚年就變得好淒涼 破產了 沒有人理他 這個時候就非常之可憐 所以一定要動得即時 這個時候 窮空極惡 孔子的父親 孔梁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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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家嫁女的時候 首先看这个家庭 祖祖辈辈有没有积德 一看到宿良吉的家庭 是代代积德 于是就能够预测到 将来这个家庭必有圣言出现 所以把女儿许辈到宿良吉的家庭 果然生了个孔子 真是万声是标 孔子是最赞叹大信 这位大信真是一个大孝子 他的母亲亲生母亲过世都早 父亲娶了个继母 一起来虐待他 甚至三番两次要扒纯自主死地 但是信仍然非常孝顺 从来不看自己父母的过述 上上反省自己做得不够 终于扒他的一家人都敢发 所以当时要王请他出来 帮他治理国家大使 后面把王位让给他 最后你看 因为他的大孝 这个德收得厚 善 值得深 所以 感应到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 真是他大富大贵 而且子孙 勉强 保存他的家义 这些都是从历史上 看到很多很多不计其数的例子 证明是即善之家 必有余庆 那 廖凡先生 这章里面 用十个例子 来证明这个说话 所讲的例子 都是当时廖凡先生 身边的事情 或者是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很知道 所以说起来 确实是说 很亲切 我们不妨把这十个例子 这十个故事 很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们更加应该留心 我们身边 我们现在发生的例子 看看即善即得的人 确实他有好处 所以如果有志的同修 同学 可以不妨多些收集这些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 年代例子 用来推广 这个也是大事 第一个故事 讲的是 一位叫做杨绍斯 叫做杨绣 这个杨绣是太子的老师 叫做绍斯 他是福建的建勾人士 他的祖辈是参船导人为生 有一天下大雨 一落就落了很久 结果发大水 那些大水冲毁了很多人间 死的人好多 死者的尸体 那些物品 顺留而下 当时很多人参着船 去撈取这些货物 占这些便宜 而当时 你来杨绍斯的曾祖父和祖父 参与船 只是救人 对那些物品 一件都没拿到 这个是真是有得能 不幸 所以救人救得不少 那大家呢 看到他救人 还在那里嘻笑他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笨 有东西都不懂得拿 有便宜都不懂得占 不知道说这些说话的人 才是真正吃大亏 不占便宜的人才得到大便宜 所以等到后来杨绍斯的父亲出生之后 他们的家里慢慢富裕起来 有一个神人就发现 来说给这个杨绍斯的父亲听 说你家里你的祖父 祖和父亲一辈曾经做了大事 所以啊 所以啊 有恩德 你的子孙啊 会得到贵险 后来呢 果然呢 生到 这个 生了 这个小师 这个神人还指点他 这个应该把你的祖父的这个棺材 埋葬在某一个地方 啊 那就可以得到好的风水 啊 所以 这些后人啊 就真正啊 以神人的教读 啊 去埋葬 啊 这个就是现在啊 就是了范先生当时大家都熟知的 白兔坟 好风水 啊 啊 这个好风水怎么来的呢 啊 你是好人啊 才能够得到好风水啊 啊 福地 福人居啊 福 福人居福地 啊 不是你 为了 是拿风水 就可以拿得到的 啊 啊 所以果然生了少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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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到二十岁啊 考取了俊师啊 啊 做到了皇帝的老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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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啊 的 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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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家子孙很贵姓 到了了凡时代 还有很多的言人出现 证明真是善有善报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 这个浙江宁波 一个人叫做杨智晴 银人是杨智晴 银就是宁波 这位杨智晴 他是在衙门里面 做一个警察 全心很人口 守法 公平 当时那个院官 捉了一个犯人 因为很严厉 打这个犯人 打到他 血流满地 但是这个院官 还在戏头上 还不肯 放手 继续要打 这个时候 杨智晴 原本就则 傅晴 别再 乱 求情 這個院官就說 這個人 違法亂己 實在太惡劣了 所以不由得我不怒 在這個情況下 楊智晴就很溫和地勸動院官 他說 朝廷因為很多亂象 無盜 所以民心 信心都失散了 我們對這些囚犯 應該越知道可憐他們 他們犯了罪 也是逼不得已 不可以捉住他 我就很歡喜 歡喜都不可以 怎可以發怒呢 這個院官聽了之後 他就慢慢 得到開解 所以古時候 這些讀書人 都可以理喻 跟他說道理 他就能夠明白 算了 確實是 我們 做官的人 亦都是很多 犯過失 怎可以說 對人家 犯了一次過 就狠狠地去打 不肯放過呢 雖然 古人 說 做官 應該是 作之君 作之親 作之師 你要三種角色 第一是領導人 做官做領導 領導群眾 第二個 作之親 做他的父母 應該養他們 為他們服務 第三是作之師 做他們的老師 做他們的表率 帶動他們 改惡修善 這位楊智澄 這位楊智澄 家裏其實 很平衡 貧寒 但是 非常之連結 因為他在衙門當警察 難免很多人 都要跟他送禮 但是他絕對 不收受別人的 這些賄賂 反而遇到一些 這個囚犯 那些囚犯 想說 灰露他 絕對不收 反而見到一些 貧窮的 這個囚犯 沒有東西吃 往往自己 拿出自己家的米 煮飯 給他們吃 這還是人心 有一天 來了幾位囚犯 從杭州來 看到他們 一路走得 已經是 很飢餓 這個時候 發現 家裏有缺米 所以楊智澄 就跟自己的太太商量 說今天來了幾個新的囚犯 看到他們很可憐 可能 幾天都沒有吃過一次好飯 我們可不可以 怎樣可以想個辦法呢 拿點米 煮點東西給他吃 跟太太商量了之後 太太也是好人 兩個人 於是 本來要煮飯 只煮一半米 自己煮粥 因為粥 有水 所以 他就容易飽 不需要那麽多米 於是可以拿出一半的米 來給這些囚犯 給他們送足 使得他們不至於餓親 所以 這樣人後的心 他的好報 我們可想而知 他們家裏 楊智澄 生了兩個兒子 長子 和次子 割造了 南北 麗部的 斯朗 這個官職 斯朗 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 副部長 國家的副部長 這個很大官 他的孫 長孫 做了刑部的市流 刑部就是我們說的 公安部的部長 副部長 次孫 做了四川的年院 都是很有名的 朝廷的名神 到現在 到了廖藩四分 廖藩先生 那個時代 他們家裏 仍然是貴城 所以很顯得 這種 善心 感應的子孫 代代 貴善 貴顯 第三個故事 是說的 正統年間 這個是明朝 明英中時期 也就是 1436至1450年 這十幾年當中 有一個土匪 叫做鄧茂七 他在福建作亂 當時 根Sir 這個土匪作亂的人 很多 朝廷 朝廷就命 張都元 這位將軍 去南征 討伐 匪徒 後來 後來平定了暴亂 雖然平定了暴亂 但是還有很多 賊黨 於是 委任 暴政司 謝都市 來收拾 東路賊黨 這位謝都市 他從暗中 收拾了 這些賊黨的名賊 對那些 不是 賊黨的人 秘密地 這樣 附送一個白色的小旗 跟我們約定 如果你們不負擋黨 你就在你的門口 把你的白旗插出來 兵 我們攻兵到了之後 對這些插出白旗的家 就不可以 去殺害 這樣 一來 保存了 一萬人的 無辜的 這些人的生命 所以 這個做將軍 有這種人愛之心 不亂殺 無辜 保存 人民的這些生命 所以 他的 善報 就非常之 殊勝 到最後 他自己的兒子 叫做謝謙 中了狀元 狀元就是 俊氏裏面的第一名 他做了朝廷的左上 就是現在說的總理 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 他的孫 叫謝批 都中了坦白 所以可見得 一個家庭家族的威聲 都是祖宗即得 才有這個感應 第四個故事是說福建的土田 有一個臨時的婦人 非常之善良 這個 這個老婦人 她每天 都做一些 粉團 我們說饅頭 當時 這個 可能有這個饅頭 已經是很好的食物 她去報私給 這些黑衣 這些窮人 無常報私 凡是有人問她拿的 通通給她 有一個先人 就化成一個 道士 每天 都來 問她拿這個饅頭 而且一次拿 六七個 拿得很多 而這個臨時 也都不計較 她這個老母 這個婦人家 她是真正涉量 真誠報私 每天 就這樣去報私 三年如一日 最後 這個先人 就跟這位 老夫人說 我 吃了你三年的饅頭 說明你的心 很真誠 你對我的恩德很大 我不知道怎麼來報答你 我向你指出一塊福地 就在你的 家後面 有一個風水堡地 等你過了生之後 你的子孫要幫你撞在那裏 那你的子孫 得到個觀著的人 將會有 一星的芝麻 那麽多 你說一星芝麻那麽多數 數量 不計其數 那麽之後 那麽之後 果然 這個老夫人 亡生之後 他們的子孫呢 就把這個老夫人撞在這塊風水堡地那裏 不計 結果果然 這個家的子孫 第一代 就有九個人 考取了進士 進士是古來的最高行為 以後 代代下來 考取公平的 這個做官的 非常之多 所以 在福建 當時都有這樣的 民謠 說 無臨 不開磅 即是說 一開磅 一定有你 林家的人 如果無臨家的人 這個肯定是 有錯誤 無臨 都不開磅 所以說明 修善修福 用這種真誠心去修 得到的福佛 無兩無必 好 今天的時間到了 我們先學習到這裏 又說到不妥的地方 請各位大德 多多指教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